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见会的强强对决 关键方式 珍宝阁 对象方式 紫禁城 双方都是上了一个相同的阵容 相同的阵法 盘司武装 咒势加魔王 同时一把风阵 但是对面有一二素 这开场对象方式就是一二素 可以说对象方式 占据了很大的一个优势 尤其是这一套这种要强速度 空分 那剩下的就还有一个 就是节奏的问题 他们一般会用一个沙利皮去打开局面 或者是说 毕竟是有魔王嘛 有魔王的情况下 可以拼搏运气 无穷大 看看紫禁城那边 能不能发挥出他们这么一个 速度方面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静疗给到武装 对面第一回合就直接来压这个武装官 第二回合给下静疗 关带方直接渡截精神 保一手 就加不上血 算了 也知道对面可能会 给静疗 所以关带方这边直接就渡截精神 也不回血 看一下前排的宝宝 三宝 两个宝宝 给武装官卡要 没有卡上 那关带方肯定得加 加大精的呀 换须米 这法防有点太高了 关带方人 吃了个武装弹 化身死一把 蛇身取一 对面前两回合 所有的互助 全部复制动流 全部复制动流 关带方是人卡了个乌龙弹 哎呦 这个须米啊 秒不动啊 他们现在法防带的比较多啊 现在这须米是越来越没有发挥空间 来 关带方继续压武装 关带方那手 杜劫金身 给的是真闹位啊 清风望月 再来一把金钦 哎 那是不是 有点亏呀 不过也有一个好处啊 就清风望月 也有一个好处 就对战方给关带方 禁聊的时候 清风望月 是可以把禁聊解掉的 但是 盘司的金钦 是解不掉 当前回合的禁聊的 所以关带方 既来了一首 清风望月 又来了一首金钦 对吧 有可能对战方会 效力关带方盘司 这说不准呢 毕竟你没速度嘛 所以 能理解 这个清风望月 配金钦 是可以理解 以前 美股色 有武装官自己的灯 对战方 这一波 给了一把禁聊 还是来针对 关带方的武装 其者 现在 珍宝哥这边 被对面压得 有一些难受 化身子 也没有给武装官去活 也知道你要给禁聊 就不活了 但是宝宝一定要卡大金 就是知道对面 要给禁聊 宝宝也一定要卡大金 因为禁聊也不是必中的呀 你万一没封住 我这个大金吃进去 武装 就可能死不掉了呀 关带方水清 又保了一下 用速度慢的比较 慢的宝宝 再卡两个大金 就当前回合的禁聊 是金清 玉清 解不掉 金清 玉清 解不掉 但是水清 冰清 都是可以解掉 当前回合的禁聊的 给大家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哎呦 这么几回合下来 感觉紫禁城就有点亏了 前五回合 对战方啥也不干了 就是来针对 武装官 但最后的结果呢 大家都看到了 没弄死 好难 好难 哎 感觉这个盘斯 好像防御不太高的样子 上额拍过来 拍了五千多呀 没暴击 五千多 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 武装剑弄不死 那就弄盘斯 对面是想早早的去打开这个局面 但是很无奈 但是很无奈啊 反压 反压对面的盘斯 去了 小李超闹 没风中 正要令奇 给杀了一批 扔上啊 官大王 紧了也没有中啊 但是对面的盘斯 他是有倒地的风险 一把金轻 或者是说啊 官大王可以力批 去批一下 哎呦 对面还卡了个武龙 有金轻 卡武龙 官大王力批 批的是对面武装 因为对面卡这个武龙 是防止官大王的禁疗的 还是那句话 当前回合的禁疗 金轻解不掉 所以他卡了一武龙 但没想到官大王 这个禁疗水疯了 水疯了 水疯了 那这个离皮啊 还是把对面武装罐 给弄死了 那这样宝格就有 巨大的优势 又想压一手盘斯 还又想把对面武装 给批死啊 宝格 真的是太贪了呀 想双杀对面的一二素 杜杰精神 再爆一下 还是通过这个杀力皮 去打开局面 九盘清廉 放一手 感觉要批盘斯了 批盘斯 要保护 没问题 不加战力 根本屁不死 哎呦 山豹 杀力皮 还是满血 宝宝 还手 对面武装罐的一个尸体啊 哎 这个善恶也打歪了啊 打歪了 有一个善恶 点个 不对啊 点的不对 不过武装继续倒地 盘斯 关那方还可以接着搞呀 这杀力皮还在 还是可以接着搞 拖头山都补灯 杀力皮 继续去针对对面的一个盘斯 秘传 盘斯没了 哎 盘斯没问题啊 对面有金剑 而且刚才那点盘斯那点血 应该是敲不死啊 看一下前盘的善恶吧 有几个是手武装 有几个是压盘斯 这个是手武装的啊 这个是压盘斯的 没问题 紧箍咒解掉 紧箍咒解掉 对面 哎呦 喂 还是一把水锋呢 紧聊呼声 出一个恶爆 这盘斯就没了 出一个恶爆 把这个血线给他压到1000以下就可以 来一个恶爆 哎 直接给垂涩 另外一个 手武装 反套 对两方拿个一二数 怎么打得这么累啊 打的是 打的是有些累的 武装又没了 卡个回春 先卡五龙 闪爆 再卡个回春 有没有 没有盘斯还得死啊 再封 官长方这边加了一把流云 武装怪 暂时拿到一数啊 没有卡回春 还死还得死啊 武装暂时拿到一数以后 对面现在没有太多的空间 去补这把流云 对面没有太多的空间 去搞这些事情 所以 对两方这个一数要丢的时间 可能会比较长 也能理解对面 因为对战锋前五回合 一直在压关战锋的武装罐 所以他恰巧又是全场的要素 所以他一直也没有去搞这个流云凝制 潘斯接着倒地 换身回口 确实我刚才看了一下 确实是没有放过流云和凝制 因为有的时候我演比较瞎 反正也都知道 看不见 宝哥这个手诗是真的厉害 他这个手诗能力确实是 你学不来 他不光是宝宝强 不光是宝宝强的问题 他这个节奏点 就把握得特别舒适 流畅 灵动也刷一手 观察方这边现在可以完全换地厅 完全是可以换地 一个无穷大 又秒死了对面的宙师不多 打到现在基本上紫禁城市 走远了 关键术 关键术 反弹 反弹到 反弹到 关键术 化身死自己身上了 而且也有那个 当强回合 静疗 解不掉的效果 也有这么一个效果 紧箍咒 也反弹过来 一把 幻境术强行保了一下自己的一个盘色 这就是为什么说 关键术可以直接换地厅了 你既然这么玩 幻境术也用了 那就换地厅吧 葡萄山继续捕个灯 紧箍咒刚好就守不住尸体了 有葡萄山这个灯 紧箍咒就刚好守不住这个尸体 关键术这边并没有换地厅 但是对两方的劣势 依旧非常的大 哎呀 拿了个12速 打不了 对面大概拿了有13回合的12速 13个回合的12速 一个无穷大 秒飞的是宝宝 不是人物单位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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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是的 又是一把金钦 魔王游戏点直接拉满 来 秘传法术 一个无穷大 盘斯好不容易通过一把幻觉术 把自己的血量给拉上来了 那这么一把无穷大 又给打回原形 又回去了 又回去了 费里巴起了 揪起了又回去了 真是世事无常啊 这就是 现在的梦幻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运气成分 比较高啊 比较高 是佛陀 华生死一把 整敌还是杀力屁啊 去打开这个局面 当然打到现在 其实紫星辰已经是输了 药品方面 跟观察方这边 差距也蛮大的武装 也有美了 一万八 哼 咳 洛華成尼 對面出隱身寶 難道武裝有此行? 應該不至於 應該不至於 守住屍體 葡萄山繼續補登 這樣對面的葡萄山已經 給觀察方造成了很危險 這邊秘船的CD又到了 又是拼運氣的時間 一把無窮大 教你做人 來 用魔友 沒有 沒有算 不過花神寺也沒了 魔王也就剩下一口氣了 兩個地廳也換出來了 也就二十二回合了 雨露均毯一邊一個 那觀察方這麼穩 還蓋了一把羅漢 對面也是自己點了逃跑 不玩了 不玩了 累 太累了 休息休息 看得出 六千五千 兩千八千 剩下最後一個隱神寶寶 沒跑掉 沒跑掉 拜拜